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我怎麼才知道我可以拿到多少按揭呢? 為什麼申請按揭要找專業房屋按揭顧問呢? 跟銀河有什麼分別呢? 申請房屋按揭需要符合什麼條件呢? 我第一次買屋,是不是有很多特別優惠呢? 這麼多樓房買賣的問題 就要聽緊一clickradio 每個星期二播出的樓房按揭101 我何傑文和嘉賓主持Alan宋一良 會替大家解答不同的樓房按揭問題 千萬不要錯過了 www.1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每個星期一班時事評論主持都會在華山論見碰面 他們個個純槍是劍,論盡天下正事 華山論見 好,大家好,又到華山論見時候了 今天又是我陳華鴻在這裡主持 我們有兩位朋友在這裡 周勝康又跟大家見面 李日,大家好 是啊,Hammie 很久沒見 一個星期而已 一個星期而已 我沒見你兩個星期 上次 上次我不在 但這次找你來 又是說了 我們香港移民 就要關心一下香港事 看這個星期 香港事真的相當之 心惡 我心想不知你 就是休提喜 提喜淚落滿江河 你看看香港現在 你 就是 說是 梁振英 因為上台了 一年多 一年多 甚至還沒上台之前 已經是醜聞前身 那時候 潛建 陳茂波 這些 原來只是小事一宗 怎麼都不像最近 上個星期日 為天水為論壇 才會害怕 那些 就是要 大家在報紙電視上看到 要用一些 禁污 戴著口罩的人士 民生人士 在那裡 叫做為和部隊 去維持秩序 而警察就視若無睹 那 我不知道你這樣 局面化之下去 究竟會將香港搞成怎樣 下次就不用戴面罩 正如是赤手 即是帶著槍出街的 那些 那些叫做解放軍 你有沒有看過 埃及玩法發生的時候 嘩 即是還有些鄉生 即是 竟然可以說 哎 我最好的就是 可以流血了 是鼓勵有這樣的事件發生 那 香港人 我看 即是 只可以自求多福 是 不用你說 我都大家明白的 阿Bitcher 你 疑問這裏 幾十年 都叫做 少接觸香港的事 那你怎樣看 整個 反而你可不可以 看到一些事情呢 香港 這個消息 在華天水圍那裏 那裏 那裏 我真的覺得很詫異 我以為香港 至少 在那個 立法 那個角度來講 會 有一個 處理的方針 就是說 如果這樣的情形 警察 就沒有去執法 應該會有一個調查 應該會有一個調查 現在香港 會不會有這個調查呢 我們看不到 好像 講到調查 我又試 要大喊三聲 我們剛剛講的 天水圍 其實天水圍之前 有位林老師 在旺角街頭 因為 就是 滿意香港警察 對這個 這個 這個 清關會 打壓法輪功的事件 而在那裏 爆粗 罵警察 那當然啦 網上 經過過幾兩個星期的發酵 正反的人也有 接著也有 親中團體 和警察一起 搞 黃國大會 集會 聲討 林老師 那樣的事情 今天 幾個小時前 我用心機聽到 香港 警察 現在把這件事情 交給重案組 調查 林老師 罵警察的事件 你說這當然是白色恐怖 你律師 你就在這裏 究竟 就是 大家看到 是 他是 爆粗 罵警察 甚至是 衝過 香港警察 所謂的 就是 他設定的封鎖線 是不是這樣的情形之下 他沒有動髒的 他只是 罵人 雖然是 有些髒話 是不太 不符合身份 我覺得 那件事是不符合身份 這個當然是 但他自己 應該是兩道道歉 我覺得他 你不要忘記 為什麼會令到街頭 網上流傳的 YouTube的片段 有人 只是 寫了他 罵警察的片段 放上去 嗯 其實我第一次看到的 是整件事的 你要看看 為什麼這個 法輪功 一直在街頭擺檔 其實擺了很多年 的事情 一直都沒有事情發生 是直到這個所謂的青關會 法輪功去哪裡 他遮到哪裡 譬如我現在 我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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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是前面 有個人 我上街 他在我前面 即是左仰我 警察 事若無睹 一而再 再而三 究竟 香港警察 在這件事 有沒有做錯到事情 但是呢 以我 是 當我是 一個 客觀的 眼光去看 我始終覺得 Henry 在那裡 大家要爭取溝通 是 如果你說一件事 你會說 他是法輪功 怎樣怎樣 其實最好的 評論 是 我不要理會他是法輪功 還是不是法輪功 總之 譬如 Henry剛剛說 他說 他有個單位 法輪功的人 去到哪裏 他跟到哪裏 走到前面 走到左邊 走到右邊 警察沒有做事 我純粹是客觀的 聽 如果有個人 走到你左右隔離 但沒有犯你 那警察 真的應該不做事 其實最好就是有個平台 例如 林老師 他說 重案組 我想馬上應該 我不管你是林老師 還是警察 還是什麼 親中什麼 我就會說 那你重案組 當然有個理據 才能放進去重案組 除非他說的話 就令到有恐慌 或者他說的話 就說 看出你是有心 將來也很有危險性 會做什麼大事 去傷害人 應該要警察解釋 為什麼你放進去重案組 如果我沒有聽錯 Henry剛剛說的事 那個新聞報道 我看見香港的新聞報道 那個關鍵 就是有一班人 不知道是什麼人 向投訴 警察 說要處理 林老師說錯事件 是不是涉及公眾地方 行為不檢 香港有這樣的罪名 公眾地方 這裡以前也有的 但是肯定不屬於重案組 如果我的理解是重案組 那要解釋 以前很多人說 演示 人們如何罵警察 罵不罵警察呢 罵的方式和會後 可能很多事情需要討論 但剛才Richard說的問題 關鍵是 是否要解釋 現在的進展 是否正常的 所謂跟逐程序 去處理的安排呢 反而關鍵性 我認為 找到那個角色 出來做調查員 專員 他一定要沒有 馬上令到 一邊人認為他是親中 一邊人認為他是反中 如果這樣 他的判斷 一定沒有這個說服力 一定沒有可信性 我想現在最大問題 就是 沒有一個這樣的人出來 現在最大問題 就是香港的社會 越來越分化 是搞到沒有一些中立的人士 是被雙方所接受的 是的 這是最可悲的事 因為我們現在 發覺香港的社會 真的 你 不可以說得上 兩邊分法的嚴重性 很嚴重 但肯定就是 今次事件 我自己 林武思事件 甚至於天水圍論壇 這個肢體 就是打架事件 其實出錦帽 這件事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上次拍到相片 開完工之後 派錢 拍了相片 有了人 有了人精不精 招去做 無所謂 很關鍵的一個問題 整個 我相信梁振英 今次下區 甚至之前的行為 是令人感覺 其實他不得 如果我會理解 以前所謂的 香港的特區行政首長 雖然你可能會 引起公眾的不滿 一部分人士對你的 處理手法不滿 但他都要有一個好客觀 即是 以給人的感覺上 起碼不會有一個 很強的態度 去對付一些反對的聲音 即是是一個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說得到 董伯伯以前我們說 他幾衰幾衰 即是做些施政不好 是施政政策的策略上面 是有問題的地方 他個人 或者他對待所謂反對意見的態度 是不會有人覺得他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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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比較可以包容一些 對 所以現在香港人開始懷念他 對 問題關鍵 就是原則上 為何我們 剛才Richard說 有一個公信力 是覺得 有一些出來 是大家都不會覺得 他是 一個 有立場 即是固定立場的人物 去做一個調查角色的 現在香港沒有 是因為 上面委任這個人的人 即是 最多時候 就是特首去委任一個 這樣的人 去做一些調查角色 是特首本身的人 已經不是這樣 梁振英上台之後 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 埋得去他身的人 都是 物以類罪 即是 如果是有立場 比較中肯的 會知道你什麼叫名節的話 都會遠遠離開這趟雲水 在這樣的情意之下 你才會見到 即是 那個行政局 這些醜聞 一單接一單 一個辭職一個辭職 而仍然 即是說 竟然說 好像 有人向 廉政專員 專主去 去舉報 這些 譬如張振苑 這些事件 那 廉主說 即是 不立場調查 那梁振英說 應該的人 要向 張振苑 這些人道歉 這件事 也是我覺得 在上個星期發生的 即是 為何我選擇了一個討論題目 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你剛才說了 林老師 第二個就是 暴力衝突 第三個就是 為何 有個特首會出來說 為何政黨 他舉報張振苑 和林韻強的政黨 不向兩個人做出道歉 這也挺 令到我覺得 挺 匪夷所思的 公正意見 但我不知道 Vitcher 你想不到 我又想聽聽你的 看法 如果將這類的事情 用另一個角度 拿回來 當是在加拿大發生 一個執政的政府 那個黨領 他內閣哪個成員 忽然間有輿論 貪污 但通常無論是A黨 B黨 C黨 都會是 還被人欣賞的黨領 如果政府 當然就是 那個國家領袖 他就說 沒有實憑實據之前 我是完全支持 我的內閣會 成員 這樣說 很多人都可以不同意 但不會像香港那樣 馬上就說 所以這個特首 或者這個國家領袖 就是 完全是 錯到不得了 沒有人格 怎樣 不是去到這樣的 他也有權 有他的意見 我看 如果你是 將 譬如 加拿大的總理 的言論 普通 不是言論 譬如 有一個內閣成員 開始有輿論 貪污 有些 反對黨永遠都說 馬上要解僱 馬上要退出 但是 執政那批 無論是 日日換話 又是這樣 馬上就說 不是 完全不用解僱 有證有據 怎樣怎樣 兩邊都可以叫做 我們都明白 但我呢 就同意A 或者我同意B 但不需要馬上就說 這個就是人渣 怎樣怎樣 是這樣的 這個我看 香港的情況 跟這裡有些不同 就是 這裡 我們知道是一個多黨政 政制 大家都知道 是黨和黨之間 我咬你你咬我 這是很正常的事 你說 自由黨 罵完保守黨 之後保守黨 你要向我道歉 大家都見慣見熟 知道是這樣的事 但是香港的情形有點不同 這個 這個 這個特首 不是說 代表 不是代表 代表 政黨 他是整個香港人 因為現在是沒有選舉的 他是 一個人獨大的 所以你應該 是要向各方面平衡 要多包容 不是說這樣 有什麼事 就是這樣去互端 但是 他說 你要留意 他一直 我明白 從一個律師的角度 立場去看 這個很多事情 是很 要 依足 程序 但也不是因為我律師的難 Henry 你舉了一個例子 我又想打一個比喻 你說 因為這裡 我們北美洲 或者加拿大 有一個多黨政制 當然是A黨 咬B黨 B黨 咬C黨 大家都知道 但是現在香港 這個比喻貼不貼切 就是說 有兩派 一派就是親中 一派就是反中 那又是 合不合都 站定立場 合不合都說 對方錯 合不合都說 對方錯 這個其實有點類似的 現在就是 不是說類似 是直接一樣 那就是 其實就是很貼切 所以就是 但是 你不要忘記 現在香港反對黨 沒有辦法可以去 取締了 那個 所謂執政 其實沒有執政黨 香港沒有一個政黨 只是一個特首 但是 就算這個是和這裡 喪演截然不同 都不代表 那個特首 不可以說 我的行為 被人看到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覺得 我是親中 那親中不是一條罪 就算你們是特首 有些明白 Richard 你的想法 不過我現在時間差不多 休息一會 我回來跟你解釋 是否可以解釋到你的想法 音樂是無分各界的共通語言 隨著不同的音樂節奏 會牽動你不同的感覺 當你進入音樂小宅的時候 請你放鬆心情 盡情享受音樂 每逢星期二 節目主持 紫恩 會在音樂小宅節目裡面 為你準備好豐富的音樂呈現 記得來慢慢品嘗啦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 就是這麽簡單 soeasy 《華山論見》 《華山論見》 回到《華山論見》第二節 剛才Richard在節句臨尾的時候 提到一個問題 挺有意思 到底我們的特首 梁振英先生 去表達行動 是不合乎一些人的看法 那些人去挑戰 即是不滿意 這個行為本身 是他們選擇去挑戰 你說你不同意 絕對有理由 是的 但你說你親中 那我就不老禮了 那你又你說 別人都有權說 嗯 但現在的後果 就是很多人 都覺得是 梁振英先生 說的話 是沒有道理的 通常覺得他沒有道理的人 那些人 是不是就是 不親中的人呢 你可以看回 現在是 令到 越來越多 本來是很理性的人 現在要越來越 站到尖端那裏 佔領中環這個行動 根本就是一個 這樣的情況之下 逼出來的 幾次的政改 一次一次 騙完一次一次 香港人得不到 半點的 即是一個 在政治權利上的進步 每一次呢 都是 發覺原來也是被騙的 這樣的呈現 令到 這些這樣的大學教授 這些本來是非常之支持 以一個很理性的方式 去解決問題的人 出來 要帶頭 搞這些行動 我想 我自己的理解 就是 回答你剛才的問題 即是 梁振英 即是 他講話 即是 如果是換了一個人 可能 大家的 反對 可能的氣氛 是沒有那麼強烈的 這個是真的 我覺得 我會這樣想 那個態度是雙方面的 是因為他會覺得 即是 即是 我會這樣說 大部分人反對梁振英 其中一個理由呢 是覺得他是 非常之極端地 去不接受其他人的說法之後呢 是還有一些 不是好 他舉個剛才的例子 就是說 我覺得他跟廉署 要調查 最後沒有結案 結案是沒有人被檢控 所以 政黨是應該跟 即是 他的言論 也覺得 政黨是應該提出 問題的 即是 提出他檢舉的 那些政黨 要跟這兩個人 即是兩個 行政會議成員 去道歉 這個思路 本身是有問題 還有 好了 剛好有一個本地的例子 我又覺得 可以做一個比較 或者Henry先說 這個檢舉的問題 跟這兩個黨的 爭拗 是有些不同的 你如果是有知道 廉政公署的成立 和他一路的操作 你知道他不停 是有廣告 去宣傳 叫大家去舉報的 甚至 一位專員 就算這兩個人還說 我情願你 報錯了 好過不報 這是一路香港 廉政公署的方針來的 是鼓勵你的人去舉報 那 很多時候 舉報之後 是不立案了 還有 你如果是 你發覺 你原來是亂來的 浪費 警力的 可以告你的 不是說就這樣 你可以個個個個個 亂說得通 這是有一個規範 不是說 任你亂來的 那 在這樣的情形下 為什麼 好了 你這次不立案 未必每次去舉報 都一定可以立成案 而且還有令人覺得廉署的態度 越來越 離開以前一路做事的方法 不要討論 你說這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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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Henry說這個例子 我理解這件事 梁振英就只是說 廉政公署應不應該 或者什麼單位 應不應該去調查一下 為什麼這些人這樣去報法 但到頭來沒有落案 其實我認為 如果你是客觀去聽他的說話 他就說 那會不會就是 Henry剛剛所說的那種 已經是無煙放炮呢 如果是 就真的不要浪費警力 那其實 可以這樣聽他的說話 是不是 嗯 即是說 大家都可能戴了有色眼鏡 我自己 我自己聽 我自己 辣得這麼遠 我自己又不覺得 我可以 我不覺得自己很有色 用有色眼鏡看這件事 我舉了一個本地的例子 是這兩三個月內 不知道在加拿大哪個城市 有一個所謂投訴制度 你認為隔壁是甚麼 但轉出是怎樣 好像是多倫多 有一個市議員 剛好他就是這個人的鄰居 但這個鄰居 他就投訴了他 譬如說38次 嗯 投訴了其他人 又是26次 什麼什麼什麼 那麼 總之市政局 就作出一個決定 就是我們現在 要立一條新例 就是說 如果投訴到一個次數 而又是每次都是 沒有東西跟尾的 那我們就要 有一個處罰 這樣 是不是 其實似乎沒有政治色彩 所以似乎 是不是 只是說 你投訴過 當然 那個次數 當然要有一個合理的尺度 怎樣怎樣怎樣 那大家就平心靜氣談 因為 我為什麼說 我都不是對梁振英 是有特別的 所謂大有性眼鏡頭 我覺得這次這樣說法 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我們大家都知道 廉政公專員是由特首委任 以前的港督 只是他一個人 有權去委任這個人 而一個人就負責整個廉政公署運作 那麼 問題關鍵就是 如果我會覺得 他作為 這個最高決策人 他一定要保持一個 我剛才說的 任何政府都會被人感覺 是不偏不矣的 無論你調查任何對象 都應該是有沒有 事前假設是說 他有事或者沒有事 只有調查的證據去證明 這個人是有事無事的 那麼 而 除了他之外 其他人呢 他可以有自己的立場 所以 投訴那個政黨 即是舉報的政黨 可以根據他自己掌握的資料 去作出舉報 那麼 他為什麼會有需要 去向那個被舉報的人呢 即使事有證實 他是無法證明他有罪的話 他都沒有需要去道歉 因為他那時候覺得 他自己擁有證據 是有證實的 你剛才舉個例子 是對的 你那個角度 我絕對同意 就是說 以一個廉政公署 好像一個 投訴專員 這裡的Ombudsman 我理解這裡 無論是省的層次 聯邦的層次 那個永遠是一個獨立 直接向國會 省會 報告作交代的 就不是向特首 或者國家總理 或者省長 所以 如果都是有這個制度 我很贊成 有了這個制度 梁振英 那個人 一定不可以說任何事情 去想影響到這個人 怎麼做 一定會被人哭下台 這個絕對對 但是現在香港的制度 跟這裏有些不同 香港是由特首委任 所以他不應該說 因為這些案件 其實他是不應該 適宜作出評論的 百分百同意 只有 所以為什麼我剛才說 那句說話 我覺得是不適當呢 不是因為我覺得他在 為自己的 所謂 以前的下屬 做出任何疲憊 又說 他會影響到 人對廉署的觀感 也都影響了 他作為特首 你是不是應該要這樣去處理 一個這樣的問題 是有不治的地方 他打擊了廉政以後的公順令 沒錯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他說的話 是覺得他真的有問題的地方 不是說他這樣會打擊人 其實呢 講開又可以把 另外一個政策 就是香港的警察 是 警察 都是有些 但是警察 因為有一個 在制度裏面 我會覺得 這次 林老司事件 我看的問題 關鍵 就不是說 到底他是不是講粗喉 而是說 他在那個時刻 在那個情況下 我也看過那個片段 問題的關鍵就是 是反映到 我贊成了監警會主席 澤少堂那個 是反映到 市民和警察之間 互信程度 是降到很低的 低低的程度 就是 一個普通的 我當林老司 是沒有政治立場的 我不要假設 因為這個 原本不是 沒有討論下去 是純粹因為 他在那個時刻 不滿意警察 某些事情 去做商品 但是 我不滿意你 就是 有公職的 我現在對這裏的警察 我都可能不滿意 我那天被人抄牌 我也覺得 我不滿意警察的態度 但我不會說 錯駡他 因為我知道 他是周人間去的職務 我是一個 市民 他是有保護我 或者是 當他覺得我有問題的時候 他有權 指斥我 去犯了 違反 他覺得是犯法 犯了一些 負勵的事情 但我不會 周人間職務 最重要的問題 如果他在下班的時候 這樣跟我說話 我可能會覺得 他是 offensive 是不對的 但是在執行職務的時候 我不會覺得這樣 而那個時候 林老師 用拒罵那個警察 執行職務 是怎樣都不應該 是不適當 去做一些這樣的行為 去令到那個 公職人員 那個 又是跟剛才廉主一樣 那個公信力的問題 完全受到上 這就是 在過兩三年 警察 一連串的行動 是令到香港 一般人 覺得警察 那個 那個 中立的立場 是越來越偏頗 是對一些 呃 舉一個例子聽一下 Henry 舉一個例子聽一下 喏 就好像 好像你剛才我和你說的那個 那個 那個例子 你說 有人在我前面 在我走一步 他走一步 他這樣頂著我 那 那 這樣的情形下 你猜會不會引起衝突呢 有機會 有機會 那麼 警察 一次又一次 這個不只是兩個人之間的事 而是一個群體 在過去那年多 每一次 一個街頭的 用他的和平 就是 武力的方式去表達他們的意見的時候 有另一批人呢 是很針對性地這樣 人家一張Banner 你又再另一張Banner 蓋著他 每一次都是這樣做的 那麼警察究竟有沒有 就是 呃 責任 去 調解 這些事情 不要讓他繼續這樣發生呢 香港人見到的就是 一路香港警察 是 丟了一手 不管這個青關會做什麼 那 我們不要管青關會什麼會 總之一個A單 一個A團 一個B團 但是警察在某些場合 我覺得 是會選擇不做事的 做事反而會搞到事情大的 這個場面 天邦這些親中的 伴武力團體 而且 這些人是 你看看 那些 親中會 其他外港力之類 都是這樣的 你如果又是留意的話 你知道這些是 非常之 暴力的行為 來的 那麼 看到你香港警察 完全對這些事 事若無睹 好 再說回來 比如說 給你一個例子 比如說 李克強放港的時候 我穿了一件平衡 六四T恤上街 那警察抬了去 又告你又行 那香港的學生 大學生 在香港大學 想在李克強 經過地方示威 結果又被人抓起來 又是搞了大論 這樣的情形 是令香港人覺得 喂 香港警察 好像變成公安 好像香港公安 我不管你覺得 他做得對 或者 有他的法理依據 但是香港人的那個 那個 那個 觀感 就是香港警察 已經再不是以前那個 那個 那麼 令香港人 尊敬的 但是能夠想得到 在加拿大發生的 一個就是 多倫多 G20 那時候 那件事 到頭來還沒有一個 警察被判有罪 是的 另外 就在我們UBC 克里田的年代 又是 警察執盟得很緊要 不讓他近 李光耀 或者怎樣怎樣怎樣 那我覺得 那 如果是真的 用客觀的眼光去看 那 北美洲 加拿大 民主 又是 來不來有這樣的事情 那 就不可以馬上 就結論 就是說 所以我們沒有民主 這裡有民主也是這樣 所以 我看整件事 我發現 我剛才說的 胡順 是 不是 在乎 是不是那個警察 真的做了些事情 影響那個人 就是 因為這裡有民主 所以那些人覺得 警察 雖然是在某些程度 在某些事件上 好像有過分 用暴力 那樣 但是我們仍然對警察 有一個信心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是這些警察的主人 我們可以隨時 可以 這次不合 下次我們可以解僱 香港的情侶 為什麼會 跟這裏完全不同呢 因為大家知道 香港的市民知道 他們是 內的人不合的 內這個政府不合的 鎖完之後才可以 用這些 非理性的方式 去發洩他的情緒 但是到今天 這個是歷史為下來的事實 到今天 沒有一人一票 在香港 就要認命了 其實 那你覺得 應該繼續這樣做 不是 我說今天 今天 就不可以要求 香港今天要有民主 歷史為下來 今天是未有的 現在香港是不是在爭取 現在爭取的過程 發生這麼多衝突 但是 Henry 你說因為他沒有民主 所以這件事又發生 但OK的 因為他沒有民主 這件事又發生 OK的 因為他沒有民主 但今天是應該沒有民主 住的 那香港人的視野 和 港英時代已經不同了 就算去哪裏 都是這樣說的 這個世界 在哪裏 就算在中國內地 那些人對政府的態度 都再不是以前那樣 那樣 那麽 那麽 你隨時可以看到 街頭一樣 可以過萬人上街 暴動 為什麽以前你們做信民 現在不做 但是你不去做信民 就不可以說 所以呢 就真是天不公道了 那麽 那麽 我們現在去爭取 合法方法爭取不到 所以現在要提倡 用一個公民抗命的方式去爭取 你說合法的方法爭取不到 我以為你跟著說 用非合法的新聞去爭取 但你又不是 你便美化了 你便說 你的措施是怎樣 公民抗命 公民抗命 那麽合法爭不合法 我先休息一會 回來再討論 這麽激烈的問題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來! 乾杯! 耶! 走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飲 的確是一件樂事 走了 拜拜 但走後駕駛 你不單止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1clickradio帶給大家的訊息 每個星期一班時事評論主持 都會在華山論見碰面 他們個個純槍涉驗 論盡天下正事 華山論見 好了 回到華山論見第三節 剛才我說不要讓他停 繼續討論剛才說公民抗命 Richard說這個字眼是美化的 基本上如果用公民抗命的定義 我所理解的就是 那個行為本身是非法的 在法律基礎上 這個行為一定是非法的 是 但是 但是 因為有更 爭取的目標 是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 所以 有些人會選擇 他是 被拘捕 他做了非法行為 是被拘捕 然後 去 表達出來 說這個行為本身背後的動機 是真是為了社會好的 我很敬佩這些人 是的 我有看到一段片集 就是這裏本地的 1993年 在溫哥華島發生的 有一批的人 是做了一些公民抗命的行為 他們坐在那裡 希望 令到一些 好像是佛木的人 好像是木材的行業的公司 是不可以開工 因為他們覺得 用他們那時候的佛木的方式 是只要令到當時的環境 受到嚴重的破壞 最後 他們就坐在那裡 被警察抓 不抓到 如果沒有畫面 沒有記錯 大家都很開心 不是很開心 至少很舒服 被警察拿上車 或者扶上車 今天再refresh 那個畫面 是的 這個就是很典型 在這裏 發生最比較 觸目的公民抗命 最後好像是令到佛木的行業 都會訂立一些新的規定 起碼在環保方面 要做一些 真的要做一些徹底的改變 令到佛木的行業 更加能夠保護這個生態環境 這個就是當時 人的想法 那裏 今次香港 你說佔領中環 公民抗命 這是一個 就是 一筆學者 希望做到的 同樣的效果 就是 Richard強調 這是一個 非法行為 我絕對同意這個非法行為 他們也沒有說 這個不是非法行為 這是絕對非法的 但只不過 我是預了你抓 我不會抗拒 甚至我不抗辯 等 社會去 批判這個制度 究竟這些 公民抗命的人 是做得對 還是不對呢 在現在的社會 你可以說是 分化了 就是 那個調查 究竟有多準確 我不知道 但仍然 好像差不多 人一半不想 沒有一個歸邊 仍然 大家都很 關心 這個始終都是 一個非法行動 甚至 組織人 也 有些人 已經說 要抓 抓我們的 滿頭白髮的 讓我們的老爺 已經無後顧之後 你抓一抓我們 年輕的人就不要去 情況是這樣的 甚至 有些人 當然是 親中陣營 始終是非法行動 我想問問他 1949年之前 共產黨 在國民黨政府 核下 是種非法行動 又是合法行動 去推翻國民黨政府 甚至沒有 在現在香港的統治班子裡 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那個 所謂文化局長的 曾德成 噢 曾德成 曾德成在六七年代的時候 做了什麼 他做的事情 全部都是合法的呢 到今時今日 就是高官一個 還有拿大紫荊勳章的 楊剛先生 這些 究竟他當時做的事情 是非法行動 還是合法呢 我想 這些比較歷史 可能是 更加歷史的就是 我的理解 在以色列 曾經 是沒有以色列國之前 他都做了很多 類似 類似 terrorist 恐怖分子 怎樣怎樣怎樣 還未立國前 以色列之前 有些猶太 熱心猶太 熱心成立 以色列 他就要用 恐怖分子的種族行為 來爭取 但是 後來他就做了 以色列的元首 你說是 曾經那個 甘地 猛德拉 這些都是 對 這些是 你講到 沒有那麼美化的 就是 成者為王 敗者為寇 如果你用了什麼 就 當今 很多例子 例如 剛剛發生 在埃及發生的 所謂 清場行動 有很多人 可以其中 你都說 這是大屠殺 基本上 跟當年天安門 處理的學生一樣 都是一個 當然 今次埃及 沒有一個人死 起碼都說 二百個人死 接著說 五百個人死 現在是六百個人死 總之是有人死了 去承認的 但問題的關鍵 就是說 公民抗命 最主要的原則 就是一個 非暴力的手法 去表達 一個立場的 但是我會覺得 在當今 回到梁振英 管理之下 特區政府 問題關鍵就是 大家互信沒有了 梁先生也不是 我自己會這樣判斷 他不會把自己 擺在一個立場 中立的角度去看 他會覺得 你們是衝著 我的管理 方式而來的 就是完全是敵對 他不是一個 好像剛才 Vitcher說 我套用了一個 共產黨的術語 就是 曾蔭權的時候 就是親疏有別 梁振英的時候 這個就是敵我矛盾 如果可以這樣 去看這件事 我會很擔心 佔中行動 達不到公民抗命的後果 而是成為一個 暴力後果 就是暴力衝突的後果 這個是 我想沒有人想見到 因為公民抗命本身 他們都不是希望有暴力的 他們都是非暴力的 你講一下甘地 他當時都有一個 非暴力運動 完全是一個 和平抗 反對 英國殖民地的統治 剛才我聽到 Richard說一句 誠者為王 敗者為寇 我覺得很耐耳 你說如果是甘地 如果他失敗了 這個是不是寇 是靠來的 那是成者為王 敗者為寇 我問問甘地的例子 1949年 之前兩年 就是成者為王 敗者為寇 那你從歷史去看 如果甘地 當時是爭取不到的 英國人繼續統治印度 那是不是歷史 會仍然說這個是靠來的 那不需要說歷史 如果當時是沒有 他沒有成功 帶出了那個獨立的問題 我相信他就會坐牢 坐一段時間 時間 時間光輝過了 那就是怎樣 那這是王又或是寇 我覺得他又不是王又不是寇 那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因為他從來都不是賊 他從來都反對暴力 反對暴力的人 所以 成者為王敗者寇 不能夠貼切形容所有的人 那你說得不錯 如果我會理解 我會想說成英國和八九 是回應共產黨 對 共產黨 打仗的時候 就是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未成國支持 以色列 立不立北國支持 對 那個 所謂真是一個 生死相搏的 一個時刻 如果是 成功的那是真的 他會有權決定 歷史那一刻 他會怎樣去 巴勒斯坦現在就沒有國了 對 之前呢 以色列沒有國了 如此類推 巴勒斯坦現在都覺得自己是 是被打壓的 是被美國政府 和猶太人去打壓 他是扣 曾幾何時 猶太人是扣 對 就是如此類推 不要說香港太小 譬如說中國 那個動亂的情況 繼續發酵下去 真的發生革命事件 會有落草為寇的人 不知道幾 是不是大家就是落草為寇 或者是逐六中原 如果他們成功的話 成功就是王 這個也是 我覺得 由中國四千年的歷史來看 是正常的 循環交替 即是我們要不要 鄂圖不在那裡 我也要看多些水滾轉 是 鄂圖很想來的 我也要在這裡和大家說 鄂圖很希望 今次和大家分享 他們的看法 即是看看怎樣 逼上梁山 踢點行道 我說對山上 會說很多這些 不過呢 今次的話題 我會擔心 就是 我會擔心 就是最終 埃及軍隊清場 今個星期發生事件 有所謂會 會在佔領中人行動的某個時刻 會是最壞的環境 最惡劣的情況 真的會發生的 這個就是我自己最不想看到的 因為 你用敵愛矛盾去解釋 共產黨的思維 是非常正確的 因為在共產黨思維 敵愛矛盾 就是要消滅敵火活 對 最後就是這樣的效果 還有呢 一個危險因素 就是有些人 領功領不及的 就引出這些問題 是啊 就是完全是 就是我覺得 今次這個 天水維的論壇 就是暴力衝突事件 只不過是一個發酵 就是嚴格來說 甚至乎他不懂 其實已經不是初步發酵 發酵了很久了 很久了 我認為這個金布出現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是啊 所以我絕對相信將來 佔中人動不一定出解降筋的 出黑山部隊都可以的 只要那時候 以前有些黑社會開片 就會用一些什麼 那個叫做 吹雞 咬牙籤 用什麼牙籤 或者是什麼 嘶 膠 汽水 什麼 汽水 Slaw Slaw 對 用那些去做代表 拗著 拗著飲筒 Rich 可能未必掌握到我們的想法 我明白 因為我們看一些香港片集 香港電影有時會交代 有些黑社會分清自己幫會的人 有些會用藍頭巾 有些會含著什麼 現在已經是 你聽不懂嗎 穿什麼顏色 戴口罩 戴草帽 那些真是頭目 那這些暴力衝突 會令到香港成為一個 我相信 越來越 令人痛心的地方 呃 就今天報紙 有話說 香港人 有一個 移民潮發酵 如果你是生活在香港 因為這樣的環境 你自己有你的小朋友 你覺得你可不可以 繼續留在香港這樣的環境 讓他們好好地成長 說起剛才你說的這個問題 我原本想討論另一個題目 都跟這個有事 我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我也希望是沒有關係 就是說 最近 有些 這裡的傳媒 說回 有很多中國的媽媽 走來闖關 叫做雙非英的誕生 彈下雙非英 他們都會是 我不希望 當然我不希望 我自己估計中國 是希望將來有些香港人 他本身 真是未移民這裡的 但為了 你剛才說 你剛才說的 子女 將來 生活的環境 而著想的話 選擇 即是 一樣是衝關 只不過是衝加拿大的關 其實這個 這個 可以轉幾個彎 之後 剛才Richard說的 為何親中 是一個很不好的 詞 你這樣吃的嗎 你又好像撒得遠了一點 Henry 我會掌握不到 幫我先休息 你轉幾個彎 我先休息 我休息回來 看看雙非英的問題 人生不如已是 十常八九 你 會選擇怎樣去面對呢? 生命有甜 有酸 有苦 有辣 人生不同的味道 你有沒有一一細味呢? 逢星期一 一clickradio 誠意獻上一個 用正面態度 去面對人生不同經歷的節目 世美人生 主持人李向晴 每個星期都會請來一位嘉賓 和大家分享他們的人生 不同階段的經歷和感受 還有正面積極面對困難的過程 世美人生 和你世美人生的正能量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華山論見 回到華山論見的第四節 剛才我在上一節 完結之前 我想拖累雙非英的問題 當然我不希望和香港人 不希望來到這裏生小孩 而在子女可以成為更好的發展 成為一個大趨勢 暫時我們看到的是 最近的媒體報導 越來越多的中國的孕婦 來到這裏 遮遮掩掩之下 能夠進入加拿大海關 經加拿大海關 進入加拿大 然後在這裏 就居留幾個月 然後到最後快生之前 就去急症室 要求分娩 然後就 令嬰兒有加拿大公民的身份 這成為主流媒體 甚至是加拿大政府 都關注的問題 可能人數 都很令人擔心 你說的是不是真的 我不敢肯定 我們看到 以我們這麼強大 已經拔起了中國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事情發生呢 環境很好 我會覺得 Richard可能有多些 可以分析這個問題 但我理解中國 有十億人口 十二億 十三億 環境很好 只是 還是小撮人 環境很好 所以 邏輯上可以解釋到 Henry 好像覺得這麼詫異的問題 哈哈哈哈 我也明白 但其實 我也看到 因為剛剛 過去 這個星期 新任的移民部長 阿力山大 來到溫哥華 主持一個入籍的儀式的時候 他也有人問一個問題 他也說 政府也很關注 也在初步研究 但我也看回資料 去年 即是2012年 年初的時候 前部長肯來 也提過這個問題 他也說 要考慮修例 不要讓那些加拿大出生的嬰兒 即時擁有加拿大國籍 要看看他的父母 其實我又想回應 剛才Richard所說的 那就是 那方面 剛剛說 小部分人 很好 哦 回應也有關 我看來這裡的人 都應該是那些小部分人 是不是 他們的財力 是非常充裕的 也不一定 我有回答你的問題 是嗎 有些我認識的朋友 都在移民過來的 都是用一些專業人士 我認識到一個 那一對夫婦 我是說的 雙非英 哦 用雙非英 這個情況出來的 OK 那這些是不是 以大家的理解 都可能是 以及觀察 這些是比較富裕的家庭 這些富裕家庭 在中國內地 是有錢 向向中國 我覺得大家都 無需要爭執了 有錢 當然就是有勢 是不是 但是這些有錢 有勢的人 為什麼 要這麼拼了 遮掩掩掩掩 快要上飛機 那 為什麼我說 這個問題 可以 繞幾個圈之後 可以繞回去 親中 是一個罪惡 好 讓你繞回去 千鳥都合理 這些人根本 在政治上 錢是完全沒有問題 經濟能力是有的 但是他們 為什麼要這麼辛苦 要來呢 不要說雙非英 這些有錢的移民 為什麼要來呢 其實就是怕 怕什麼 怕融產黨 怕那個政權 今早做的事 和今晚做的事 可以不同 大家可以 一招 一直之間 傾家蕩蕩 也可以 狼湯入獄 也可以 一波一波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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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錢的 中國移民 所理解的中國 既然那個中國是這樣 你明知道那個中國是這樣 你還要親它 這當然是傻佬 還是還有什麼 寧有目的 我的理解 我們所說的 那些 雙非嬰兒的媽媽 他們絕對不是想來這裡做移民 他們只是想來這裡生個寶寶 讓他們有加拿大的國籍身份的權利 是啊 所以他不是移民 我想 其實有 兩類想法 第一類人 希望 他們自己 可能在申請的時候 來加拿大移民 是有困難的 那些人 會選擇 透過生了兒子 之後 生了子女 透過 父母 透過照顧子女的安排 可以令到更容易 居留在本地 居留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正式 你如果什麼都不說 只是為了享有加拿大的新款 拿加拿大福利 你只是說這些人經常來加拿大找笨 就是來剝削我們加拿大人 我會覺得 現在保守黨政府 剛才我說過兩個部長 前任部長肯尼和現任部長 都說要研究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本身來說 肯定在執政黨 保守黨來說 政府來說 會覺得會影響到 加拿大本身的利益 如果我這樣理解 是不是這樣 沒錯 我相信 兩個部長有一個思維 他就認為 在這裏出生 就有國籍這個意念 以前對 從來都未被質疑 但其實 真的去分析他 邏輯不是那麼有邏輯 如果你爸爸媽媽都不是 你剛好有浮經過出生 為什麼會有個 有權得到國籍呢 其實這個等於 你剛才說的幾多說話 有些歷史因素的原因 是令到這個 你剛才說出生 在這裏 就有加拿大身份 這個背景 或者這個假設 成立的一個 但我理解到現在呢 只有加拿大和美國 只有這個 在這裏生 就有那個 國籍 其他藍藍藍 都改了 因為基本上 本身是有些問題的 這個理念本身 不是很強的 所謂有個 自然法的依據 我覺得 這是一個問題 但是 我正在討論 雙非英這個問題 是有些人 蓄意這樣 利用這個 理念 去 賺盡所有好 希望達到 私人一個 個人目的 就是把自己的子女 擺在一個 他認為較安全的 這就回到剛才 聽給同一個問題 有些中國的 發財 所謂有 有錢人 但這不是唯一的角度 講這個角度 已經是有一個立場 為什麼呢 另一個角度 我覺得也是很合邏輯 很客觀 可以看到的 就是入大學 始終是否北美洲 加拿大二個在中國 就算你多有錢也好 還有 現在你說他崇洋也好 會不會始終是覺得 就算兩邊都入到大學 在北美洲大學畢業 是不是始終是覺得 啊 還是比中國 一間普通的大學畢業呢 英文始終是不是 多了這個 這個能力 是好很多呢 我明白 未必一定是政治因素的 我不是說 一定是政治因素 但我看你不可以排除 其中是一個政治因素 大家都很清楚了 拿個保險 我都同意Richard說 就是說 有兩個 不止兩個 如果要解釋這些行為背後 但我今天要討論的關鍵 我可以談談 是否需要 全世界 加拿大和美國 都是用這個 當地出生的嬰孩 自然享有當地的國民身份 這個 是否需要 加拿大 需要考慮去解決呢 我不要說中國 正如阿里沙特部長也說 你不要說中國 或者肯利部長也是這樣說 你不要說中國 全世界都有面對 如果天天都可以來到加拿大生孩子 這個是一個 因為我們有這樣的理念 而這個法則 本身來說 是存在需要檢討的地方 我想這個 反而我會比較容易去理解 當然剛才Henry說的問題 就是我們關心的中國人 中國人甚至香港人 我覺得會有一個機會 是越來越多這些情況出現 我們作為 我們是香港移民來的 你問一下自己 有幾個當時 因為擔心共產黨 所以來這裡 但我們用的方法 就是我們先 自己 用合資格的身份去移民 總之香港人 申請移民的 其中 很多都是有一個政治因素 有一個政治考量 例如我有家人 例如我弟弟 剛剛去生了一對孫胎 孫兒子 他可能很擔心 因為我不知道他 我只是假設 好像我跟Mishan 上星期上 舉一些例子 實際一點 他可能很擔心 他的兒子 將來生活在香港的環境 不是他 我們以前生活長大的香港 有這麼自由開放 這麼言論 有這麼開明的政權 你可以依褒的 他選擇來 但他可能他的職業身份 他根本沒有資格 做一個投資 或者是 他沒有錢 就投資移民 沒有足夠錢 你現在投資移民很貴 去到差不多一百萬 一百萬加字 或者是專業人士 或者是一個界別 因為現在剛剛改了 那個專業人士 不是專業人士 應該是 某些行業的移民 行業類別的移民 的身份 他未必達到 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可能他 現在已經太遲了 因為他生了 下一胎的時候 可能會考慮 走來這裡生 很正常的想法 就是為了將來買保險 那是不是我們加拿政府 我們在主要人 加拿大人 是為了不想太多人 用這個走後門方式移民 而需要改改 我們這個 所謂自然法 即是說 七生就有居留 有加拿大人的身份 你同不同事 我想回應Henry 剛才說 好 我沒有數據支持 但以過往 50年 40多年的移民歷史 是從香港來的 我覺得 一點都不成立 大多數都是政治因素 怕中共霸佔了香港 我覺得 很多是因為 小孩子入大學 更容易 將來穩食 更容易 還有自己都想去外國 看看有沒有能夠 因為在香港 發不到達了 在那邊 我的理解 整車的生活水準 是高於在香港 在車底生活的 我相信這個 肯定也有很多 香港來的移民潮 第一個潮是什麼時候 應該是1966年 六七暴動之後 沒錯 很明顯是因為政治因素 是因為加拿大的制度 容易了他們的申請 你不要以為一朝 六七年過了 以後六百六九 就不關那些事 人的心 人的陰影 是在那裡的 不要說六七年那麼近 四九年 那些人已經是 為什麼 要由大陸走到香港 是被共產黨的 好了 不要說六七了 再遲些的 一說到中英談判 又另一個移民潮 80年代 這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跟著李嘉誠 我的理解 投資在我們Expo 跟著我相信 又有一個潮 又不能夠跟這個 怕了中共來扯上關係 那裡也有大堆 你不要忘記 當然 移民潮不是政治因素 我也不會說反對 是因為經濟理由 是有人會去做經濟移民 但是呢 你不可以否定 政治因素是一個很大因素 那問題就是 我剛才聽說很大 我剛剛說 另外為經濟 為生活也很大 大家都很大 就擺平了 其實就是 對的 我跟Richard說 你說完全 單一因素 導致 這幾十年的移民潮 你沒有辦法 下到這個判定 因為太多不同的人 因為不同原因 很多人是因為生活 因為生活艱難 我認識的朋友 都是因為香港 或者找食艱難 來這裡 又容易少 但是過去十多年 已經不是香港找食艱難 是加拿大找食艱難 香港很多 香港是發達的地方 80年代已經是 已經是 我今天先看地圖 Henmy說過 有報導 都是引述一些 訪問了一些 再回流回來的 香港人 那個女生 她說在這裡大 她爸爸 七、八歲 還是十歲大 到現在大學畢業 回到香港發展 現在有個兩歲的子女 又要回來加拿大發展 她有說她兩個可能都有 第一個她覺得 香港的環境 不適合她的子女居住 當然她不適合 其他原因 就是因為政治生態 或者環境 社會因素 我不知道有哪個重點 沒有說一個單因素 是有很多因素 但你說 Richard和Henry 你說的政治和經濟 都是考慮的重點 可以直接這樣說 經濟是不會令到人 要很急於去 急急腳地走的 只是政治才會令到人 就是要 喂我死了要走的 因為投奔老海也要去的 我最擔心 如果將來香港有什麼事 真的很多人 是真的投奔老海 這樣過來的 始終都是 我們不可以 想回 七十年代 越南 越南半島 那一個很大的說法潮 都是一個很大的 移民的故事 如果是為經濟而移民 香港人應該現在 移民回大陸 大陸就是賺錢的地方 來加拿大還好 大陸現在 香港人很難賺錢 因為大陸人 賺錢肯定 不是 也有很多其他原因 不會移民回大陸 不是因為怕他們的政治制度 首先 國語未必領 第二 生活方式 第二 生活方式 又要適應 是不是 那麼 那你加拿大一樣 都要重新適應 那些人的英文 不會好多 國語 再討論一下 我們今天 最後想討論的 就是雙非英的問題 不過不要緊 這個題目 都可以討論得很寬 不過時間 就不容許我們講法 因為今天 四節都講得很充裕 時間肯定 這些聽眾 聽了很久 就是差不多 一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在這裡發表 我們啟發了 那麼 可以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找時間 再跟大家討論 其他題目 今次的題目可以繼續 下次再討論 如果下個星期更加發展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 梁振英 今個星期日 都會下區 去觀塘區 可能下個星期 發生的事情 大家都會意想不到 我們到時再討論 太多東西 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知道 只要Henry 你在這裡 帶到東西 我們一斟 鬥書為止 好嗎 大家也可以 但是個星期再聊 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 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天地有正氣 集言不留言 下則為何惡 上則為日聲 與人 喂喂喂 你幹嘛想說背正氣歌 就要按電台 就按電台 就按電台 我也知道他們很正氣 但也不用背正氣歌 不是喔 那個節目表寫著 天地有正氣 哎呀 此氣不同脾氣 你應該讀成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 肥龍出文 為你介紹新戲 《環觀北美票房》 還會在電影大百科環節 討論古今中外 一些對人生有影響力的 新舊電影 咦 更翌日 看電影之前 就一定要聽到 天地有正氣 最新鮮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